在Live View的模式之下,它也有四種的對焦模式可以選擇 有一般的正常區的對焦點,有寬區的對焦點 另外增加了臉部優先以及主體追蹤的部分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臉部優先對焦的部分 它最多可以偵測到35個人臉的部分 比起以往,最多只能偵測到5個臉的部分 它的表現增加優力 另外的話FHD的錄影D3100是NICON第一台FHD錄影格式的單眼數位相機 同時它也可以做連續自動對焦的功能 這個功能目前在單眼數位相機上也是非常少有的 再來是講到單眼數位相機的核心部分 它的影像處理器是採用全新可能用EXPEED II的影像處理 它的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是在高感光的時候的雜訊處理會非常的好 另外一個是重現真實的色彩的能力 我們接下來的三張照片可以看一下我們實際的拍攝 這個都是用D3100在ISO值3200的時候的表現 那一般我們的影像會覺得在高感光度的時候 我們拍出來的照片它的可能會有很多的雜訊 另外也會有看到比較粗的例子 但是在D3100在高感光度的表現上的話是看不到這樣的狀況 那這也是我們Nikon全新的EXPEED II影像處理引擎的一個優點 再來的話是當我們拍的照片很漂亮的照片的時候 我們也會希望說我們可以把我們拍攝的地點記錄在照片裡面 那D3100可以外接Nikon的GP-1 可以透過GP-1的衛星定位可以把我們拍攝地點的資訊記錄在我們的相片裡面 那最後的話我們把我們Nikon的兩款輕便型的單眼相 單眼數位相機來做一個比較 那在D5000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的標榜是可以450度翻轉的螢幕 那另外它有19種的情境模式可以設定 那在D3100的部分 其實它強調是FuHT的全時自動錄影的功能 那另外它在 因為它使用全新的EXPEED II的引擎 所以它在高感光度以及在 在一些色彩還原的部分的話表現的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讓大家一起來觀察 我們那個D3100全新的一個電視廣道 由陳吉仁為我們拍攝的 謝謝 謝謝 有些美麗讓時間來收錄 有些美麗只能用瞬間來抓住 我想裝滿相機的 不再只是美麗的構圖 還有美麗的意圖 攝入全面美 一塊B3100 讓美麗有完整地圖 有些美麗 有些美麗 能用時間來收錄 有些美麗 有些美麗 只能用瞬間來抓住 有些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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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裝滿相機的 不再只是美麗的構圖 還有美麗的意圖 射入全面美 Nikon D3100 要美丽的完整地图 美丽全面 美丽地图 让我们欢迎 Nikon D3100 美丽登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Nikon D3100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Nikon D3100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Nikon D3100